北傑隨機殺人犯鄭傑得知要被槍決時 以字背指筆留下簡短潦草幾句話當遺書 內容大致是對父母表達歉意 據了解鄭傑寫遺書時情緒沒有太大反應 而鄭傑被關押後 家人會寫信給他 他也會回信給家屬 有的時候一個月寫好幾封信給父母 上週母親節肯親 鄭傑曾經當面向母親說抱歉 成為母子最後一年 鄭傑寫遺書